还有就是很多时候 公公婆婆对媳妇或者岳父岳母 对女婿都有很多的意见或者批评 比如公公婆婆会嫌媳妇做饭做的不好吃 带孩子带的不够好 然后家里处理的家务室做的也不够干净 那么岳父岳母可能就会嫌弃 这个女婿工作太忙了 过不了家 外面应酬太多 但面对这么多批评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处理 这个婆媳问题 翁婿问题 这一直都是存在的 那么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婆婆跟媳妇 发生不一样看法的时候 儿子应该出面处理 不是让婆媳直接去处理 当岳父跟女婿发生问题的时候 女儿应该出面处理 而不是让他们两人直接去对 这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 你跟父母亲跟自己的孩子 再怎么不高兴 很容易化解 但是你婆婆跟媳妇 老丈人跟女婿 弄僵的话 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的运作上 常常是反其道而行 婆媳有冲突的时候 儿子躲起来了 不知道在哪里去了 不敢出面出力 这不对啊 其实在平常 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学习上面 这是一个功课去学习 你怎么样子替你的 就是妈妈跟你的太太之间做桥梁 太太的菜做的不是很好吃 儿子出来讲 妈 她做菜怎么能够跟你比呢 但是你做菜做了好多年了 她如果不从这样学起来 知道了怎么可以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努力 那你真的觉得如果不是很好吃的话 照下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上馆子嘛 处理的方式嘛 要不然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 她在练习的过程中 那你有什么独门密招有没有 教一些嘛 回过来跟太太也讲也是一样啊 我妈妈基本上来讲 可能有的时候她的习惯性的 她做菜做那么久了 那我们谦卑一点学习嘛 那我爱你没有问题的 我们互相支持 太太觉得自己被丈夫是爱的 婆婆讲两句也就无所谓嘛 对不对 今天有的时候太太不知道 搞得你们母子两个人联手对我 那就对上了 儿子要表达嘛 我娶你 当然我爱你嘛 妈妈也是爱我们的 可是有的时候表达的方式 可能我们不太习惯 儿子要在中间做那个协调的工作 对不对 女儿要去 爸爸跟丈夫之间做协调的工作 丈夫外面 现在外面工作不容易啊 很多时候很容易 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多 她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不让她讲话嘛 爸爸对你不满意 爸爸也在爱你啊 他怕你太忙 身体弄不好 两边做协调嘛 要不要女儿躲起来 让两人对抗 那以后女婿就说 你们就是父女怜心嘛 那我的这不是外人 怎么外人呢 我们这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这一家人啊 换一个态度去处理 其实方式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父亲对女儿 妈妈对儿子 基本上来讲 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嘛 那我们从这个原则来谈 我刚讲说 去学习沟通的艺术嘛 不是什么事情 我感觉我感觉 我为什么这样感觉 大家来共同 然后告诉父母亲说 你不是一天到晚 希望我长大嘛 你不是也是希望我独立嘛 那这呢就是我学习独立的过程嘛 帮助我们 去经营这个关系嘛 就比较容易处理 中国人传统上有个原则 其实我们也常常发现到说 儿女有的时候觉得父母是天啊 什么都不敢违背啊 什么都不敢讲情况下 所以等到父母亲一讲话 我们就百分之百顺从 其实慢慢要去学习一个功课 父母不是神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不是真理 今天你我都做父母了 你敢讲我们都不会犯错嘛 我们大概只能讲说 我们的动机用心可能是好的 但是我们做法不一定 所以对于父母亲 尊敬是绝对需要的 不要因为说他可能会犯错 或者他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某些方面做的不好 我们就贬低他 不需要 因为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也没那么完美 神放了那个次序在那个地方 父母是我们的权威 我们应当尊敬 但是我们有更大的权威 是神 所以要在那个原则之下检验 那父母亲做不对的地方怎么办 中国人也讲 你要劝诫父母态度很重要 我们命令啊 我整天贬低他 你们这是什么时代的 这个根本 这个绝对圣经不合不 不允许的现象 对 我中国人讲义正慈言啊 后来就讲义正慈缓嘛 好好的去沟通去表达 慢慢的跟他们说明 尊重他们 这就达成一个共识 不是说今天父母亲讲的话 跟圣子一样都不可以改变 你发现不对的地方 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沟通去协调 那有些孩子走另外一个极端 哎呀父母亲养育我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现在看着 父母亲怎么做我都可以 甚至于如果父母亲真的很不喜欢 媳妇离婚算了 我跟另外一个 中国人以前有讲过妈只有一个 老婆是可以换的 这句话绝对不是真理 这句话不知道拆毁了多少家庭 这句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妈跟妻子都很重要 你跟妻子合起来孝顺妈 做父母的也要顾念孩子 今天孩子如果是为了我们而婚姻撕裂 失败 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父母 要有这种认知哦 你真正爱 爱不是说他对我怎么样 爱是他们之间好不好 那是真正的爱嘛 爱不是说爱到后来到最后 只是爱我自己 那个不是真爱 对不对 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 其实不是很好 好好养儿就是为他们好 他们自动会孝顺你 这是个很厉害 每天都是为了养你 那你就是为了将来我的 我的将来年老的准备 那你现在的爱他 到底有没有带了一种 不太健康的色彩 不需要嘛 学习无私的付出 为他们好的建立 你把孩子的品格 把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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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的这种 这种道德这种 把他建立好 将来他自动会回应嘛 那不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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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一种一种一种 好像交易式的这种作为 不是 所以你用这样的态度 去做我觉得会是好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对啊 父母一般都很爱孩子嘛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配偶之间如果 碰到说配偶不喜欢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父母很有意见 不愿意跟他们相处 那碰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基督徒 如何来跟我们的配偶进行沟通 如何帮助说 配偶跟我们的父母 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就是谈到基督徒的生命 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不懂得什么叫老鼠 我也不懂得什么叫接纳 我跟你不喜欢 或者我对原生家庭里面 对上一代有个不好的印象 我就躲避 我就逃避 我就活在我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 你不认识神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空间 但你刚刚所讲的现象 如果是对于基督徒 神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神不单单不允许 神还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克服 这个生命里面的难处 的确有一些父母 在孩子养成的过程里面 给孩子造成伤害 这是事实 我们也不必会言 可是对于一个被伤害的孩子 怎么办呢 你难道一辈子要带着苦毒 去面对这个事实吗 我们其实从圣经的真理看 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人可能以自我为中心 人可能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标准是错误的 这时候的伤害不是只有自己 可能急于子女 你如果看见你的父母亲 是因为不认识真神 而落在这个世界 错误的标准里面 造成了伤害 你就会了解 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的受害是在于 他不知道真理在哪里 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真理了 已经在神的恩典之中了 我们又想到说 神是怎么对我们呢 神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非常好 非常棒的时候 曾在爱我们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如果神都这样对我们 我们又要学习跟着耶稣的脚踪行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 去爱那个曾经恢复我们的 曾经用错误方法对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用老鼠 因为我们也不完全嘛 你有什么理由说 你今天对你的下一代 你都做了一百分吗 我们不敢这样讲 谁这样讲 谁就是说谎者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错误已经产生 那个错误已经存在 那个伤痕也在 但是基督用他的爱 弥补了我们这一部分的亏损 那么你应该做的一个方法就是老鼠 两人去老鼠 互相要去 夫妇之间 互相要去帮助对方做这个功课 好 老鼠基本上来讲 对儿女对子女分分来讲 父母亲如果真的是做不对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的老鼠原则是 第一个天父也老鼠我们 第二个我们也可能犯错 那么为此 对于上一代所造成的错误 我们可以跟他讲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愿意靠着耶稣的爱 扑平了我们 抚平了我们伤痕 然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基督徒不是个对等主义 你对我好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不是 基督徒对主义是说 我做我该做的 你可能做错了 你可能对我不好 但是这个并没有告诉我说 因为你做的不好 我就可以不孝顺你 我就可以不顾你 我就可以不管你 你老了之后 我就把你丢到一边去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允许 哪怕你的心境上 心态上 不是那么快的平复 运用神给你的意志力 做到这件事情 你刚刚讲的那个现象来讲 从我们的直觉看断来看 如果一个基督徒 对父母亲 长时间的这样子 不可以饶恕 你紧咬不放的话 你还没有脱下旧人呢 你还没穿上新人呢 你还让你的旧人在主导你呢 你说库牧师 你不知道我的伤害有多大 你才能够讲这种话 我不知道你的伤害有多大 主耶稣知道 主耶稣受的伤害比你大多了 但是他也老数 他用爱 化解了这一个人间的苦毒 你守住你的苦毒 你又得到什么呢 你一辈子不顾你的父母亲 让他最后终老孤孤单单 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觉得报复主义是你所要的 你要不要小心有一天 别人也一样报复你 你觉得你是完美的吗 不是吗 靠着主的力量 做我们该做的 脱下旧人 穿上新人 我相信那样子营造出来的结果 会给你死守住 现在这种苦毒的心态 那是截然不同的 要不要靠着耶稣走出 另外一个光景 还是你要靠着你自己 就这样子撑下去 今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在伤害里面 不断制造另外一次的伤害 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靠着基督的爱 我们把这些伤痛的事情 拿开来 迎向光明 所以 对于父母的问题 我们先要认知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这是一个口号 这不是事实 因为我们也不会是 无不是的父母 那如果大家都不完美 求神帮助我们 一起朝着完美的目标迈进 那么对于不完美所造成的伤害呢 学习在主里用劳数 用接纳 做我们该做的 当然我这样的讲法 一点都不同意 所以错误的做法继续延续 父母亲这样对我 小的时候火大了一巴掌打过来 我现在对我儿子也是一巴掌打过来 这种我们反对 我们的接纳 不是接纳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行为需要更正 我们接纳这个人 因为 他是我的父母 我就应该做我该做的 至于他一些偏差错误的行为 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检验 不可以的不许让他 不对的不要让他继续延续下去 这是一个原则 圣经中介绍了一个非常美好的 一个婆媳之间的关系 就是路德和拿尔米 那么这个故事对今天的我们 和我们的长辈相处 教导一些什么 有一些什么教导在里面呢 很好啊 路德是一个摩雅人 摩雅女子 她不是以色人 她不是神的选民 显然拿尔米跟路德 在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就是一个摩雅人 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一个 以色列人呢 按他们来讲 丈夫也死了 儿子也死了 什么盼望都没有了 很显然拿尔米 在平日 有给路德正确的带领 神的恩典领导 他对神有正确认识 所以这是一个婆媳之间 很好的关系 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带领 而路德表现出的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婆媳之间的关系 一个不离不弃 拿尔米说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回到摩雅地 再去嫁别人吧 路德却看见婆婆的需要 他愿意跟着婆婆 不单单跟着婆婆 是跟着婆婆的信仰 是跟着真理走 所以你看见 他的好行为 后来普阿斯说 你对婆婆所做的一切 人都告诉我了 好的 所以神后面给他预备是好的 我觉得整个路德记 在圣经里面有他特殊的位分 你知道路德记所处的时间 是在四世纪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面 圣经描写四世纪说 以色列人中 那时候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为 换句话说 神的选民是堕落的 却在这个堕落的环境里面 有一盏灯亮出来 这个灯 却是从一个摩雅女子弄出来 这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这个婆媳之间的一个关系 的确给我们看见这个很好 婆婆有一个很好的带领 你看他也为路德处处打算 后来回到了那个犹太地之后 他怎么样去为这个路德去预备 而这个媳妇呢也是一样 他常常顾念 自己在外面吃饱了 刚才就带回来给婆婆 顾念需要多减 他年轻他就在外面去做工 他就开始替代了儿子的角色 在奉养他的婆婆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婆媳 互动的一个关系 而这个关系 放在圣经里面看见 只要尊神为大 用属灵的原则互动 不论你是摩雅人好 以色列人也好 都在神的赐福里面 但是相对的 就算你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 可是你任意而为 你就落在一个痛苦的 一个错误的循环里面 所以整个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在这个提醒里面也可以看见 这个婆媳关系里面的彼此顾念 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而且那个彼此顾念 不是只是口是心非 或者口会而死不至的 是真正的在做的 在互动的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去看见 整个路德记有人讲说 路德记里面看不见神的 没有讲到耶和华神 但是整个路德记 看见神在背后在带领 这里面有好多的属灵的原则 都在里面运动 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来讲 婆媳相不相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关系 不是很好吗 所以后来 拿阿弥特 人家又不是讲说 有一个路德不是比有 有许多的儿子更好吗 那事实上 这是一个正确的表现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好 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 我常讲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 基督徒的见证 其实在家庭里面 就是最明显的 你按着圣经的原则 把从老我 救我生命里面的那种 自私那种本位拿掉 天天靠着圣灵不断更新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原则 基督徒不一定一步都可以做到的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出来 自私的 有这个故障也会有 但是基督徒有个很大的福气 就是圣灵内住 我们有圣灵印记 圣灵会提醒我们 每当圣灵提醒我们这些属灵的原则的时候 基督徒做一件事情 调整你的步伐 走到神的光中来 不要偏行基督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道德观价值观标准都不混乱 不一致 那基督徒到底用什么方策呢 今天有很多人 看到连续剧里面 看到那些关系 很多传递出来的讯息 不一定是正确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用神经查验 我们会不会受这些影响走偏呢 会 那怎么办呢 不要急嘛 每当圣灵做工 我们天天读经清静神 明摆属灵的原则 圣灵一做工 我们就转回到神的光中 那就是我们正确的一个态度 而这样子活出来的生活见证 是最真实的 这比那个什么信耶稣 保健康保发的 更感人 因为更真实 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 所以巴不得我们都在学习 读圣经明白神的话 活在生活中 天天顺服圣灵 生命更新而变化 脱下旧人 穿上亲人 在有限的今世 这就是真正的百倍 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来世三倍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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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